几位朋友,我想校长大家也认识 李博士大家也认识 另外还有这位Rebecca 跟我们聊聊 三位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除了对自己的学术方面追求之外 在自己的兴趣和力险体验里面 也很多是跟大家分享 跟我一样的 我也是对自己的学术很有要求 也在力险上很有热诚 三位,其实等我们有些朋友认识的时候 有些可能不认识的 都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有些人有三位 好,来吧 我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阿博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活动 希望大家玩得开心 我是李博士 掌声 我是陈龙生 是这间附属学院的校长 也是香港大学的教授 哇,很厉害 大家好,我是Rebecca 林欣妍 我是Cece的旧生 你好啊,你好啊 掌声 你读什么啊? 我上两年是读高级文贫的翻译及全译的 哇,这么厉害? 即是你立刻说英文 你立刻可以读到中文的那些吧? 不,不,不 好,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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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明晚安 聪明晚安 三位,其实我刚才说过 除了在学术上追求之外 在一个个人化的体验 也有很多 我知道,大家都知道 李博士在过去的日子里面 曾经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 南京,北京 很多不同的地方 他也去过 也说 陈校长和李博士 大家是如何认识的? 我想问一下 老实说 我觉得是我认识的 李博士 他未必认识我 因为当时看到 我对探险的资讯很留意 李博士原来是第一个 是踏足南北极地的女士 而且不单是这样 有一部电影我很喜欢看的 叫《滚滚红尘》 原来是由李博士当时 做美术指导的 有几个场面 真的拍得非常漂亮 哪一幕? 在最后那一幕 在雪地上那一幕 我记得 是哪一幕 所以更难得 他还是对环保 气候局的改变 非常关注 一个人可以集中 很多东西 真的难能可贵 这个人一定要认识 当时校长 已经已经认识了这个名字 对吗? 到了日后 为什么你们两个 又能够接触呢? 亦是通过 因为我们搞过一次的 《极地之旅》 想带一群同学 中学生 去极地进行实地考察 亦是通过李博士的安排 所以我们有机会 第一年带一群中学生 去南极的 中国的长城站 去参观 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 我们要和李博士兄 大家也认识你 正如刚才校长所说 在一个 譬如艺术工作 广告的从事工作 做了很多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机会 去踏足几个极地 去到这么多新的地方 我自己踏足极地 是1985年的 1985年的 1985年的 因为中国 在南极洲建成 一个科学考察站 而我本身是做广告和设计 是 因此他找到我 是叫做一个展览 是 那从展览之中 我就认识到南极 认识到科学 就是很多有关在那里 要做什么 是 那就 很有兴趣 完成了之后 我就开始觉得 他们的图片拍得 不是很漂亮 就是 选择来选择去 选择放大相片 做背景 做不到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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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离谱 要加工才行 哇 那 这些做到背景 这些做什么都行 这些都可以 当然 好过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科学家 没有自己上机 是单位用锁匙锁住的 你不知道 有没有拿出来的时候 发霉 所以拍得不太好 而且科学家所拍的东西 的专注 不同我们是从事艺术的 我就要求 可不可以让我去 于是 等了两个月 我再去北京 那时候 就问我 你的英文名叫什么 我说 为什么在中国 不可以英文名 他说 买机票 可以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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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的时候 感觉是怎样 你会看到 哇 真的 这是什么 就觉得 很安慰 就是像我们的照片 刚才看到那些 全部都是白色 那样 是 这个展览 是 搞这个展览 白色 去到那里 我的感觉就是 因为我知道 我们中国人过去 没有在这儿 没有在这儿见站 是开国际的会议 中国人是不准在场的 嗯 所以这部电影 我是很不相信的 不强的 如果是能够见到一个站 所以我是全力以赴 去帮助他们做 这个事情 去到的时候 就可以做得到 去到那里 很专注地 跟每一个科学家 所做的事情 特别是地质 地质 我也跟得很专注地 那我 那这部电影是什么 都不是 不是 就是转一点 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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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我知道有很多事情要做 有一天 就是在报章那里 就是说到 陈龙生 他说的地球科学 我一看他的文章 哇 是这样的 我们去做的事情 就是这样 地球现在就是这样 那时候 很想认识他 他在香港大学 结果很多年才 才带中学生去 嗯 那去到那里 就 因为你要收集很多资料 很多图片 回来 我觉得这个学科 让我做生意 就是开一个studio 更重要 所以我就是 最后 搞到要卖了公司 全力以赴 是他跟科学家去做 去做 要卖了公司 还要花这么多钱 没有钱的嘛 你本身也可能有些 那些不够的 那些不够的 当时有多少钱 我觉得这个更重要 我是以艺术去帮助科学家 包装科学 出回来 那让我去赚钱 更好 因为我很折弱 我有选拨 也都捱过 400元我也是这样过的 400元过多久? 银行存款 400元有没有零 400元 就是40元 400元 为什么这么可憐 是很可憐的 是什么事 当时你搞什么 那时候 花这么多钱 不要说 不过也没所谓 这个我代表 因为李博士 当时真的 差不多可以叫做 变卖自己的家当 来发展这个极地博物馆 这个极地探险的工程 这个是用了很多的心机 是非常崇高的一个理念 很崇高 给各位掌声 因为你说到极地的话 那些人都劝我 你不要这么傻 你在这里赚钱 你赚得很多 我当时一个商标的设计 都可以付首期 我的设计是很贵的 那首期是海船那边 那时候不是这些 我知道 那时候那些大约二十多万 设计的标志 一个标志已经是十万了 所以我赚钱很容易 我没有怕过的 虽然低到这么低 我直接不怕 一没钱 买张画 我就有钱了 所以你是不怕的 一没钱 买张画 有几十万 无所谓 除了说钱之外 刚才陈校长说到 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追求 我觉得大家 要再给一次热烈的掌声 喜博士